各位好 来到第13集的摄影假期 你看我走赢去早几天 这么冷 7度 早几天冷到傻了 老实有没有上去大武山拍摄 说大武山拍摄这件事真有趣 我 inici的节目是极道老差 我讲完说 如果香港落雪究竟会怎样 我第一件事 首先会有交通以外 因为他不知道有飞升차的事 第二有人会冲洗出去拍照 有没有讲女的那件事 有讲 上网找 有我讲《极度老参》的节目 我当时不能买广告 说明 我一群众说不能买广告 同一个网站 我当时想打给你 不如一起上去拍照 我有想过 但好像上到不太行 我都怕少少下不回来 其实大墓山怎样上 在八乡那边上 有几个地方可以上 即是一定要开车 最惨是上到没有拍照 我想有的 看上去的景色都很漂亮 冬天 怎会预计下雪 有没有下雪 好像有下雪 不知 不过说实话 香港没有下雪 我看回我老家信德 潘虞一带都有落雪 是 是不是YouTube 你传给我那段片 不是那段片 有些人拍了雪的相片 百年难得一遇 每个人都出去拍雪 有朋友 有些大陆 即是我们的听众 虽然人数不多 不同国家的人都有 买了几万 我们今天有马来西亚的朋友来探访我们 他坐在这里 他不出镜 我等会和马来西亚的舍友吃饭 有些大陆的舍友 他就Message我 有两个地方叫我去拍 深圳湾大酒店 深圳湾大酒店 我也想 不是吗 在我旁边拉大酒店 不够钱 你很贵 他跟我说 深圳的公园有梅花 他开了几天梅花 我本来叫他去拍梅花 但因为下雨我们去不了 谁知道就借了 咦 但还有东西要拍 他说在深圳拍什么 桃花 桃花 有个地方 他说给我听 我上网上 他拍了一些照片给我看 他说有很多桃桃花 桃花和梅花有什么分别 桃花 走桃花运 梅花就是韩梅竹什么什么 中国四大名草 樱花又是另一样 樱花日本 他又叫我去拍桃花 我试试星期六去不去拍了桃花 如果星期六我去到 我就拍桃花的照片给大家看 桃花圆记 所以我看见我和你的投资 没有花 我们没有lenscape 你知道为何我们没有lenscape 为何 因为我们不远早起床 所以我们这世纪 都不会赢了Nagel的奖项 一会有个19岁的大师 赢了今年的世界的国家地利贫 做青年组冠军的Calvin Yun 希望他没有塞车来不到 来不到 来不到我和你对着吃饭果 不会 应来到的 他去拍的日出都拍到 有没有在城市来不到 他早上三点多四点起床 拍拍日出 我们不可能下午三四点才起床 所以这一世纪我们都不会赢得到 我告诉你 除非你赶到你的生活习惯 我们今集的节目都是 维持着一贯很多元素 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虽然韩楼习港 我们一样出去拍照 有个网友说过 虫竹梅 碎寒三有 我们这些贫贱三有 我们贫贱三有 好了 我们今天先讲一讲 首先近期有一件事很热的 就是牙前围村快要拆了 不是 拆了 拆了 应该已经封了 不过 原来 Leo之前拍过一辑照 是关于牙前围村 不过我们先讲一讲 你那次为何会去那里拍 其实我 有个公司在那里附近 我每天走过 就发觉很有趣 为何这条村里没有什么人 但是又贴了街招 又说政府迫害 又这一路 就跟村里面一个郭先生聊天 他就说原来有这件事 他们一条围村几百年历史 政府要 即是私人发展商 就收回 就赶他们走 其实这件事 摇扬了十年 直至好至刚刚前几天 就把最后两户都赶走了 这条村正式被政府收回 我看照片好吗 好 看照片 其实是牙前围村 看看照片 牙前围村其实就在釗鸿道 在新毛江釗鸿道附近 不是这么近的 很近的 牙前围村有个名叫庆有鱼村 正确地指是九龙的东光道 但我想十个九个都不知东光道 我不知在哪 其实就是在釗鸿道 在东头村 介埔东头村 和新毛江附近 按Wikipedia说 这条是二十世纪唯一条 紧存在市区的围村 是否跟以前大坎村附近 不同 大坎村在钻石山那边 当然是不同的 你看到 福建牙前围村 其实已经有很多 你看到张超红也签名 我想很多人 都想保留香港的历史 这些牙前围村的其中一条 就算是二人拆的黄后码头 或者是政府所拆的任何旧的 有历史的东西都想拆 牙前围村到最尾 都要被政府 其实我都不知是政府收回 私人发展商收回 照历史 牙前围村是九龙半岛历史 最悠久的有人住的村落 其实它最悠久的意思是 最特别的市区里面 等等 你说悠久的历史 你只有几十年也不悠久 有几十年 又要照Wikipedia说 李静屋邨 牙前围村在东汉时期已经建成 东汉 有没有网友直接说 东汉 立即上网看东汉几年 但是 原来牙前围村 牙前围村比东汉时期更早 他说是介乎1570年至1574年 怎会东汉 1570年 怎会不是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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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国演义 是汉朝末期 变成三国时代 三国时代 好像是三字头 过十八千 没有千位 他写了 李静屋邨可能早在东汉时意建村 比牙前围村更早追 这么大 我不知道 看完照片 为何要去到我们 看照片 还有照片 还有照片 里面这个 就是其中一户 我认识的郭先生的理发店 因为他在那里 我听他说 他在那里开这个姜 姜艺理发当 都有二十多年历史 我那天去到 这个是他妹妹 帮村里面或者附近的 或者不是那么深入 那么多的人去剪头发 多少钱剪钱 你记不记得吗 是的 多少钱呢 可以看下去了 有影的 是的 这个就是 刚刚被人说的郭先生 其中有两户 一个是士德老板 一个是剪法铺的老板郭先生 其实我跟他聊天 我感觉到他都很敬业 傲业 因为他在这儿开这个理发店 我听他说他有二三十年 他就风雨不改 他跟我说的就是说 因为原本之前很多人住的 老人家或者那些人 都低收入 所以付不起钱 他就好像半赚钱 半赚很便宜的 帮人剪头发 那剪头发多少钱呢 好了 看看这张 看到吗 20皮 20皮 但是他跟我说 原来他一直 以前都是剪开10皮而已 是近这两三年才收20皮 看到了 开工时间是早八 冬天就收6点半 每天 看到了 东汉是25至20 那可能我脑袋了 这个网友说东汉 是的 我又跟他谈心密一点 他剪头发 其实我跟他说 20元而已 对他来说生活都好像有困难 你想想20元剪头发 一天剪几个头 剪10个也只有200 剪10个也只有200 剪30天只有6千元 剪足30天 可能剪不足 会有电法 是的 他跟我说 其实他就是这些 很前铺后居式的 兽本经营 他剪头发就在地上 他上楼上就是他的家 我上到他的家 他跟我说 虽然他一直剪10元 8元或者20元的头 但是他因为这份工作 他可以供到他的儿子 读大学 不业不作业 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真的有时候 真的有时候你都猜不到 或者是 老爸对于儿子的 灵世的关怀 可以令到 就算是这么紧逼的生活 都可以供到他的儿子 读大学 当然 他最不舍得 可能在这儿开业了几十年 又住了几十年 始终我觉得 也有份感情 就算被政府陪了 陪了陪上了公屋 可能他住在这儿 或者见到街坊 他都有些感情 所以他都是最后一个 被政府逼他搬走的 是的 你看到 他周围都游了红油 维护合理权益 其实我听他说 他很多街坊都收了钱都走 他都宁愿到最后一刻死守 都没办法了 今个礼拜应该全部人都离开了 看完这些照片 我便想到一件事 为何以前没有拍过九龙城的木屋 大坎村的木屋 大坎村 大坎村其实应该去的 很遗憾 现在是地铁站 很遗憾 很遗憾 没有拍过这些 我都很幸运 和历史留下一部分的记忆 因为我拍摄这些照片 都是去年年中的 我看到Facebook朋友 都好像这一两天 去了拍摄《牙城围村》 但已经没人了 可能拍摄一些 留下的围板 留下的烂铜烂铁 或者一些烂录 如果有网友经开去 如果能入去的话 都可以留下一点 你有没有留意 其实是什么人 是罪什么人 我们常常罪罪迷迷 网站都是街摄友 是什么人 突然间网站的街味很浓 有些鱼蛋的味道 有些不同地方的人 外国也有人放一些照片 马来西亚也有 什么节目频道不是频道 什么意思 节目频道不是频道 不明白 不要紧 我们虽然下这么大的雨 又冷 但我们那天 星期一都坚持出去拍摄 其实没有什么拍摄 灰灰蒙蒙 我就想 好像在牛头国地铁站 一直有个花园大厦 那边有些旧小小的屋邨 还有我们刷到工厂大厦 看看有什么拍摄 我们那天拍了一小时 两小时也有 两小时 我们来看看片段 又有摄影假期 哇今天好冷 今天是星期一 我们是星期一通道出来街摄 但听说现在只有四到几 五到 没办法 做节目也要出来 但好像穿得不好 好衣服 那我们今天来到哪里 观塘区牛头角区 牛头角区 牛头角出现什么 出名 我很少来这里 除了跟你做节目之外 信嫂 信嫂 牛头角信嫂 我们唯有信嫂拍摄吧 我们现在看 我留意到 观塘那边有很多墙都挺漂亮的 我想 可以去观塑区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观塑区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如果我们说去 牙前不是村 但是说那些人都走 我们可以拍摄吧 这条村有没有拍摄 这条村我们可以进去 我都没有进来这里 可以进去 可以吗 进去看看好吗 好 好 我们去那天去拍摄 看看拍了什么回来 有很多上片 慢慢说 我又好像有点吃白个feel 不要紧要 其实都是一个记录 不是每次拍到精细脱俗的上片 我最喜欢这些街头小人物 我看到这个整标叔叔的造型很有趣 还有她的朋友都在吹嘴 那样没有黑龙光 我就是觉得造型非常有趣 我都用回我一贯的手法 这个细缸圈盲拍 基本上都必定中 Monochrome Leica 你讲到观塑区 我想讲一讲 其实我在那儿大 我在观塑区大 我小时候就在密华街读书 以前是住在牛头角 住了很多年 我讲的是80年代都有住在牛头角 牛头角里面的屋邨全拆掉 起了一些新 但还有一个屋苑叫花园大厦 都有几十年的历史 花园大厦是供屋是什么 是早期房协的楼 官堂现在重建 但还有几座大厦 楼下还有些档后制 整标 档铺 熟食档 还有少少 如果大家想去 即是旧香港 楼梯底 其实你很近 你在APM走完街 你去拍一拍 我小时候印象中的观塑区 比如渔民坊那些 即是旧东西 渔民坊 测了变地盘 没有了 渔民坊 我都知道拆过 没有了 好像有些遗憾 常见的东西都拆掉了 牛头角地铁站 一路走到观塑区 大家可以趁有些旧楼的时候 留下一个线影 好 喜欢介绍就是找一些奇形怪状的人 当然不是奇形怪状是不好的 例如伯伯 戴帽子 像羽绒的造型 加上一些影 我很喜欢这些东西 找一些特别的人去拍 有朋友说 港岛还有薄芙林村 是的 我跟你说是薄芙林村 下星期去吧 薄芙林村 这个是花园大厦 是花园大厦 这个是纯粹画面的构图 其实第二格里面有个 阿沈不知道在唱歌 因为在连体操 是否是monochrome2 都是monochrome型的 monochrome型的 用什么镜 应该是35mm 35mm 通常是35mm 每次我们没办法拿到其他相机 要么是维他奶 要么是博物 好像出了富士 富士玩 这些都可以 其实我跟你说 去回这些旧区 我常常都想找回 河帆大师的感觉 河帆比这个年代更早 当然 一幅墙里面有些油游到一坨一坨 然后有个人单单挑行过 我跟你说想找这些 找不到 只是找到白眼煲烟 这个叔叔是得志司机 是 你没有见他坐在那里 你没有见他坐在那里 写烟好像很尿岛 他拿着几差事在那里数 在下班的时候 我见最少找到两三差事一天 我认为这个是花园大厦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他连地下那一层都是住的 现在的屋邨通常地下是 例如是玩家 但他地下都是丹麦 所以在地下看到别人的屋里面 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我以前也住在那里 是吗 我住在旁边 我住在第四座 河头角上村第四座 留下不少脚帽 我们拍到差不多五六点 就回到观塘海斌那边 我见到这个日落 加上这些香港出名的艺术品 几美 这个真是周围都有艺术品 这个是做一些吊臂机 吊臂吧 你知不知道要考铁鸡 要排期 排期考牌 要考牌 那就是考牌 吊鸡要排期考牌 你坐在天秤上 地盘起的天秤 又要排期 排期考到之后 你多疲倦的工程 好像不少钱 很多钱 比开车 但你做不到 你要排期 这就是海斌公园 海斌墙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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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别 那边突然间 地下射灯 有些水喷起来 做到一个很迷幻的效果 刚好有人跑步 好像有些活力 好像早上 其实是黄昏 都挺个人的 这个我拍的 我用维他奶 我用Walkman 你用维他奶 我用Walkman 我用Walkman加支 24mm的R镜 有人问Yngo会不会变形 R镜 或者会不会有坏边 我提过没有 很鲜 收细一些光圈 我看到 我试一试 R镜 放进去 看看如何的环境 试水都可以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买来玩 不贵 但我觉得你好像这张照片 有DC仔 我朋友DC仔就出场 哈哈哈哈 DC仔 你好像有DC仔的感觉 不是 你是说看错 DC仔哪有这么实诚 你问吧 你放大来看 你看到最远的单位 那个人在冲凉 让你看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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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仔 这张我喜欢 这张我回来很喜欢 DC仔 这张我不是今次拍的 我上次用一部维他奶X2拍的 X2 是的 我回来很喜欢这张 这张我回来更喜欢 你这张更喜欢 这张更喜欢 有点80元代地铁广告的感觉 等人的 这张我觉得很棒 在牛头角地铁站 你最好报到 上面有一部地铁经过 那你就会有那种感觉 这个列车好像是旧式的 新式是旧式的 新式是旧式的 旧式的 这个我用R镜影 维他奶X2拍的 这些是Michael Wolff的 Michael Wolff 大家知道哪个 就是专影香港的楼固形式的摄影师 这张我说的差点点 差点什么 差点人去洗澡 差点人去浪衫 或者差点人去修衫 其实如果我们肯去捕 我们找一天下雨 很多人去修衫 我们一步出来拍一张 全部人去修衫 这样一张照片 也好 好 我等你 不过我使用了技巧 但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这支Wire Angle 在底下拍上去 它会有少变形 在Wall的Vertical Wall的Vertical 拉直它一点 即是透视修正 对 透视修正 你这样清楚一点 我看到你拍一张直到 我那天特意拍一张横到 有没有DC仔的感觉 我觉得这张有很多 刚刚看到那个婆婆 好像小孩似的 我看错了 是婆婆 我们再看看有什么相片 我看到你拍摄到 我拍摄到 Version 2 其实他在数钱 放大他来看 这个阿叔挺差的 手工都收到 铁士经常说找不到 是骗人的 真是找到 这床墙最惨是 它没有什么颜色 白色那些 即是想找到白色 现在一达一达 有什么通渠 写在写上就很漂亮 我还拍了其他相片 我们再看看 你多一点 哇 有Elliott 我看到它的地上 好像有透视感 那只狗经过 我立即拍一张 我现在在练习 即是你玩Elliott的感觉 是 这是练习 看看怎么办 一边慢慢练习 刚开始就没那么漂亮 看看摄影能会会更好 今天走到牛头角 我之前下雨有些事情拍摄 你摸摸摸摸影 天桥底 这个像複製影 这个不是 R24拍摄 複製35 一下雨你去天橋底 去捕捕老人家的下棋 看能不能捕捉好的相片 你拍得很近 我坐在旁邊 他不知道嗎 我坐在他旁邊 摆橫了然後拍 你是第二個版本 你便看到維達賴和郭敏仔的分別 你的鏡不可以 不夠抽 你的鏡有邊的 有南邊的 一說Y-angle 真的不夠抽 你一大反 背光你就知道 最容易看得出 有紙邊 對 有紙邊 藍邊紙邊甚麼都齊 晚上你又不夠抽嗎 晚上真的不夠抽 晚上我用R鏡拍 高光的反應 Lois就比你少 你高Y-soul也是贏的 說真的 這些奶鏡 如果想你抽贏的奶鏡 你約他晚上去拍 他便會收皮 所以我都是日頭出動 這是觀塘碼頭 這艘船很搞笑 你上次說去哪裡 那是好笑 我觀塘碼頭明明已經拆了 不是拆了 是停而使用 我突然看到一群人在排隊 我心想 我跟你們想 游船河 沒理由游船河 這麼冷 原來在觀塘碼頭有艘船 去西灣河 這艘船 似乎走大飛 其實我也想搭一下 下次 你有沒有搭過渡輪 這些不是天星小輪 洗頭艇 你有沒有搭過洗頭艇 你是個Friend 我就是想搭一下 說真的 說真的 好 晚上拍到甚麼回來 我又試試用鏡子拍下晚上 看看行不行 你這張就不夠我們嘉賓 Kelvin抽獲 當然不夠抽 你馬上走到一旁 當然走到一旁 我經過那天拍一拍 我只看見 我拍 我心想 你經常說我鵝敏仔 我就是暗暗地拍一張 看看你能否拍到 總之你拍不到 龍和海鵬試咪 我試一試看行不行 這群人帥 這群人帥 其實我那天在他後面拍 我特意在後面 拿一支R24 就放下去有個透視感 我有幾次拍這些帥 這群人帥 真是小字多 沒有 我在看 不出聲 他不知道 他知道 但他沒有理我 我當然不會把手機放在胸口上 剛剛對著我的背影 但我又想伸手去拿走他 他知道最遺憾 我想拿走他知道 最殺風景 我心想 我沒有理由 你拍就拍吧 你拿別人的東西 你可以賣給維他做廣告 這群人帥氣 是阻礙了一點 不是阻礙了一點 是阻礙了 是阻礙了 不是很正 真的 真是慘 我那天又在花園大廈下面 我始終覺得 如果有人收回衣服 這張照片就正 沒有人收衣服 差一個有趣的人 剛才提到地下都可以住 地下都是住戶 挺有趣的 很多年了 我沒有記錯 花園大廈好像40年了 真的不知道 30多40年了 40年了 防協樓 以前牛頭角上村 比較差一點 下村更差 上村比下村更好 然後漂亮一點的花園大廈 它叫防協樓 都是當作私人樓 不是私人樓 是公屋 但是防協的公屋 就跟牛頭角上下村的公屋 我們小時候在玩 所以 好了 我們今節就說了兩件事 稍後就請到Kelvin上來 Kelvin 就說一說他拍風景多 風景 風景和香港特色 他拍的風景和其他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透視了一些城市的感覺 他有故事的 他不是說拍了很漂亮的風景 當然他有很漂亮的風景照 但是他贏了National Geographic的照片 是他有個故事的 我覺得贏就漂亮 贏到這裡 不是說一張漂亮的照片 拍了漂亮的照片 很多人會拍 但是他做了一個 contrast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群組 就知道 背景是一個很繁華的都市 但是一個人扎著營養山上 即是過 即是在睡覺或在玩 他這張照片好像叫做 追夢的孩子 其實我們應該問他甚麼 問他甚麼問題 我們有兩個朋友坐在旁邊不出鏡 待會看完他的照片 如果你想問問題 都可以問 群組 現在有人在線 如果有甚麼問題 一會問Kevin 可以即時 我看到的話 也會即時幫你們問 把握這個機會 Kevin可能下年成為國際知名視頻師 不知道會怎樣 不知道再可否請到郭倫國上來 現在都知名禮 你兩個好似參加過Ledgy 他有一個照片 他也有 我沒有 他才白色 我真的不行 這件事很自卑 Kevin是19歲而已 告訴你 19歲而已 還在讀書 十九歲玩甚麼 十九歲 十九歲溝女 我多擔心你說不是 當然是十九歲 年輕人溝女 浪費青春 我們年十九歲做甚麼 就去波樓 波樓 十九歲在追求女 波樓追求女 你十九歲 看你的照片不相似 你不覺得 你覺得不相似 賣才華 多年不是賣才華 我明明見你年輕人的照片 掛著相機 然後跟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是男人 哪裏在拍照 你很像那些文藝青年 藝文青 藝文青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Kelvin已經到了 我們請他進來一起做節目 OK 他找牛頭過來